那今天我们就要来教大家怎么样一锅到底做一个这个减糖的料理 今天呢来示范一下怎么样用一锅到底解决你一餐 怎么又能够符合这个减糖的比例呢 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是番茄海鲜汤 材料有什么勒 今天呢好丰富哦有五颜六色 那顾名思义有番茄当然就是会有大小番茄都出现咯 因为一个是蔬菜一个是水果 好所以这个红萝卜 西芹啊还有毛豆 然后还会有高丽菜 通常这个有番茄的时候呢 就会很容易搭上洋葱 没错洋葱的这个硫霸物也是一个很棒的抗氧化 抗癌的这个营养素 如果要在一餐里面吃到比较均衡我们今天会用到的淀粉类介绍一下是马铃薯 不过这边的马铃薯呢是没有去皮的哦 可以吃到有一些糖分 那可是又可以补到你的纤维质 那蛋白质呢 蛋白质的部分啊就是蛤蜊 因为我们说番茄海鲜汤嘛 其实蛤蜊非常的好用 又便宜 所以在煮汤的时候呢 加上一些蛤蜊 可以让你整个汤头是非常的鲜甜好喝 然后我们记得哦 要选择低脂蛋白质 所以我今天用的是钓鱼片 其实钓鱼片很方便啦 在一般超市都很容易买得到 所以今天的食材都是在一般走访民间的超市 就可以很容易取得的食材的 我们先稍微把这个洋葱 还有番茄炒香 所以在锅里面呢 加一点干燃油 冷锅冷油 然后下洋葱 跟番茄 建议大家也可以加一点这个甘辣椒 番茄稍微出水 然后洋葱已经有明显的香气的时候 然后你就可以停手咯 那我们今天呢 有另外会加上一个番茄糊 为什么还要再另外加番茄糊 其实是要增加他不同的这个番茄的味道 就跟你为什么会选大小番茄 两个都要放呢 就是来源不同 所以他们在味道上也不太一样 然后这个番茄糊的罐头啊 其实里面有加了很多的义式的香料 他还有多了一些像是小茴香啊 罗勒钢啊 这样子的一个香料在里头 不过大家在挑选一些罐头的这个番茄糊的时候 还是要切记哦 看一下他的所标示的成分 那选择比较单纯的越好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酱料一起加进来 稍微炒一下 等一下我们要用电锅来去煮这一道海鲜汤 就把他全部倒到那个内锅里面来 我们要把其他的蔬菜放进来 红萝卜放进来 盐菜根 高丽菜你也可以把它切小片一点 然后把它摆进来 然后西芹 玉米段也可以放进来 然后还有马铃薯 然后这样子其实就可以放到电锅里面去蒸煮了 电锅的外锅啊 我大概放了一个米杯的水 现在已经跳起来 再挪到这个炉火上面 来 我们继续再来加料 加什么料勒 加刚刚我们说蛋白质还没放啊 就是鱼片还有蛤蜊 那这个时候呢 你也可以再加一点调味的 好比方说黑胡椒 意大利香料 那等它全部煮 煮开煮滚 然后蛤蜊要确定有开壳了 我们就可以起锅了 就可以来享用了 那如果说家里有一些 牙口比较不好的老人家 那你想要煮稍微软一点 你在那个电锅那边 在煮的时间上就可以把它拉长一点 那煮久一点 那自然所有的食材就会比较软咯 那今天的直播就介绍到这边 希望你喜欢 好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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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